-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Hi,大家好,我是小春 這一集一樣是實測系列 有觀眾提問能否幫忙測試台服楊鼎天點出話瘀後的BUG BUG就是系統錯誤 至於鼎天的BUG是什麼呢? 經脈二重的話瘀技能效果 對隊友產生治療效果時30%機率隨機清除一成狀態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治療後30%機率清除 這次實測的目標就是因為BUG變成100%清除效果的話瘀 分別於入服還有台服實測 好,廢話不多說,直接上影片 可以看看他什麼? 他不會讓他定期的 一旦到胃口中了 就算一旦到胃口中了 接著詞類型開始 就像中來的祈言 有了 要收到相交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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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满弓 左要护魔术 能使把场 左要护魔术 能使把场 能使把场 魔兽言心 能使把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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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行 他上次的 抹魔术 不可 能使把场 抹魔术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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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 顶墓 解枕 赢成分 居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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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个超级大bug 我自己还有实测过 天竹僧点出化瘀的几率 结果天竹僧并不是100%发动 所以综合以上实测结论 忌恶虫经脉的技能化瘀 只有杨鼎天该为侠客能产生bug 这个bug实在有点严重 你们要知道化瘀能够清除随机一层 毒 外伤内伤 外伤由于剑队逆天的伤害 我们先撇除在外 尤其是内伤 内伤流基本就是一灯大师的体系 一灯大师上一层内伤就马上被解除 这还怎么玩呢 面对毒的时候也很夸张 你伤一层毒 我解一层毒 这也有够扯的 真心希望官方能重视这个bug 每种队伍都有每种队伍的特色 不希望因为化瘀顶天的存在 反而剥陀了其他队伍的生存空间 不过如果你的敌人是毒队跟一灯队 快去养羊顶天吧 胜率至少高38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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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 好 如果还想看什么实测 欢迎留言提议 我是小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E